沒有曾經跑步跑到腳 膝蓋外側會疼痛 甚至Ethan已經診斷了你是卡金素症候群嗎 今天我將帶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為什麼會跑到IT被發作 導致你的膝蓋外側在跑步的時候都會膝蓋痛呢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到底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造成卡金素症候群 膝蓋會有疼痛呢 那這些時候通常都是因為你的臀中肌 或者是擴肌磨髒肌太緊繃 這些地方都位在你的髖關節的位置 附近的肌肉 那當這些肌肉太緊繃的時候 就會導致你的卡金素 會不斷的被往上有一個拉緊的狀態 那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 它就會導致因為它的空間不足 所以過度的跟你膝蓋的骨骨外上懷這個部分 過度的摩擦產生滑囊發炎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你們感覺到的 膝蓋痛的情況出現 所以通常在如果你真的有卡金素症候群發生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先停止跑步這樣運動 因為當你停止跑步之後 你才可以減少它的摩擦產生 那減少你的摩擦產生是第一步之外呢 接下來第二步就是要趕緊放鬆你的髖關節 擴肌磨髒肌 甚至是臀中肌 臀大肌的部分 當這些卡金素連接到上面的肌肉群 放鬆了之後 卡金素得到良好的空間 才有辦法繼續保持它的彈性張力 來進行活動 那這個時候你才不會有卡金素過度摩擦 產生疼痛感的情況出現 那放鬆的方式呢 除了大家熟知的伸展之外 甚至可以加入一些滾筒 按摩球的放鬆 當這些放鬆刺激的肌肉 產生放鬆的效益之後 這時候對於你的放鬆效果會更有幫助喔 OK 那我就用滾筒來教大家 怎麼樣放鬆 可以避免你的卡金素症候群繼續發生 那首先 我們就準備一個滾筒 或是小的按摩球都可以 那到底要放鬆的部位呢 就是我們卡金素連接到最上端的肌肉 那這些肌肉呢 有髖關節的卡腰肌群 或者是擴肌磨髒肌 還有你的後面的臀中肌 臀大肌 還有離狀肌的部分 所以我們待會就透過滾筒 來做這些小肌群做放鬆 那當你放鬆之後 可以讓你的卡金素重新獲得空間 這個時候 就可以避免你的卡金素 還有你的骨骨外上懷有繼續的摩擦 產生疼痛出現喔 OK 那我們就用滾筒 來開始放鬆吧 那放鬆的時候呢 請你先找一個硬硬的東西 像是球啊 滾筒 都可以把這個東西 做在你的屁股下方 做好了之後呢 把你這隻 壓著滾筒的腳 翹腳抬起來 然後開始做前後的滾動 現在的這個動作呢 是要放鬆你的臀中肌 臀大肌 還有離狀肌的部分 那我們擴肌磨髒肌的位置呢 大約是在你的口袋 放東西這邊的位置 把你的滾筒壓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做滾筒放鬆 所以待會把這個 壓在地板上之後 把你的身體跨上去 壓在這上面 然後開始前後的滾動 那記得因為擴肌磨髒肌是有點偏外側 斜外45度 所以屁股稍微往外轉 不要做完全正面的壓 不然你的腳會有點痛喔 OK 那這集以上所教的東西呢 就是先告訴你們 到底為什麼會得到卡丁素症候群這件事情 那當你得到好的空間之後 有良好的放鬆 你才可以有效的改善 你的跑步跑到後面 會有跑者吸ITBand 膝蓋不舒服 導致你跑不動的情況出現 OK 那我們下一集會來教大家 如何來加強你的這些肌群的力量 來避免ITBand繼續發生 大家記得鎖定下一集喔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如果你對跑步訓練也非常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下方連結 我們DHRC開了相關跑步課程 都歡迎大家來參加喔